Hello大家好 看到刚刚新闻了吗 一架美军所属的C31行政机 于22日傍晚降落在台北松山机场 比较蹊跷的是 目前这个飞机上到底搭载了美方的什么人 目前台美有不同的报道 但是台湾政府不肯透露相关信息 这架飞机22号下午 自台湾东北部空域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 直到抵达台湾前才打开识别讯号 这架飞机与之前访台的美国国务院次轻 克拉克搭乘的飞机是同一款 目前台湾当局对外事务主管部门表示 台美之间互动交流频繁 对于美方官员来访台湾表示欢迎 由于此行程并未公开 基于台美互信 外事部门没有进一步说明 也没有评论 因为之前大家看报道的时候 有一个新闻是 据说美国的一个叫环保署长的 对吧 打算到台湾来访问 当时看到这个新闻之后 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对吧 现在这个目前是个什么局势 国际上 防疫现在是最大的问题 美国环保署长跑到台湾 去跟台湾谈什么 台湾屁大点的地方 再说美国你不是已经退出什么 巴黎气候协定了吗 你这个美国署长 你跑台湾能聊什么 结果今天 刚才路透社 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环保署长也来了 但是随行的是谁呢 有一个是美国海军亚太情报 亚太情报指挥官 叫史达曼随行 还有一个传言是 美国国安局局长 美哈斯佩尔也一同前往 说的是亚太区的情报官 和美国国安局的局长 是随同美国环保署长 来台湾访问的 但是你看他坐的什么飞机 这个老美 他其实你不得不佩服 他在国际关系这块 老美的这个手法 还是非常细腻的 他用了美军的飞机 但是他没有用 这个军事色彩非常强的飞机 他用的是美军下属的 一架行政机 所以你看上这架飞机 就跟一般商务机是一样的 但是你仔细研究 他的飞机的隶属于 是美军旗下的 所以说 对吧 你说你大陆 你说他到底是个美军飞机呢 到底还是一部普通的行政商务机呢 是军机呢 还是商务机呢 他就在两个范围内 他中间就给你搞灰色地带 你看到没有 这就是老美一贯采取的方法 对吧 另外这个飞机上搭载什么人 公开的记录 之前放过风 是美国的环保署长 要来访问台湾了 看似好像是不是很敏感 对吧 虽然说行政级别不低 但是呢 他是个环保署长 觉得好像没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你看这次 他跟他同行的是谁 说的是随行 美国国安局局长 什么亚太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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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报官 这两个职位就很敏感了 这明明就是军方的呀 对吧 然后又搭乘了一架 美军下属的一架行政级 随同美国环保署长来台访问 这里边这个故事就多了 我跟你说 我觉得真的是到了1月20号之前 美国总统权力交接之前 美国是不断的踩这个红线 一步一步的试探你的底线 无非就是拿着环保署长作为一个幌子 真正重要的人物是后面的两位 来台湾 我想无非也就是谈谈什么 比如说是不是督促督促台湾 对吧 你不要这么怂了 你赶快配合我们特朗普政府 另外这三个美国官员来台湾的这三位 到现在还能在特朗普政府混下去 我相信他肯定是特朗普的忠实的跟班 对吧 如果不是的话 国防部长还有一大堆 前前后后被特朗普最近辞了好多人 都被fire了 是吧 不听他的不拥护他的都被干掉了吗 所以这三位肯定是特朗普的死忠粉 那么来台湾 我相信应该是在催促台湾在两岸问题上做一些比较危险的动作 让大陆这边不得不出手 这样的话美国可以顺势推出国家的紧急状态也好 或者说是特朗普再炒作一波仇中的仇恨也好 总之他要让台湾再为特朗普最后再努力一把 也就是说把台湾再往火坑边缘再往前推一下 对吧 那么目前台湾当局并没有对这架飞机上的人物的身份做出公开的回应 我相信路透社的这篇报道不是空穴来风 很有可能 对吧 很有可能 所以接下来我们可能还要看一下这个事态的发展 让这个子弹再飞一下 这个消息是刚刚披露出来的 昨天晚上这架飞机刚到 而且你看这个飞机它飞行的整个状态 你也能看出来 神神秘秘的 对吧 神神秘秘的 你干嘛不公开的露面呢 你蹭着傍晚 而且是你进入台湾的航空识别机之后 你快到了 你才打开你的这个飞行识别码 否则你像五角大楼也好 国防部也好 特朗普为什么一下集中的干掉了那么多人 当然有些人应该是主动辞职不干的 有些人是被他主动的给fire的 肯定表示特朗普打算在最后这个关头利用美国军方 要为他这个咸鱼翻身也好 是吧 这个扭转颓势也好 再搞这么一家伙 死马当火马医 这就是死马当火马医 那么这个时候 特朗普肯定打开这个世界地图 是吧 跟着蓬佩奥也好 跟着彭斯也好 这几个狗头军师 大家商量商量 之前不是传出他要在伊朗搞吗 结果被蓬佩奥和彭斯给摁住了吗 说那是个火药库 不要弄 那个可能牵扯到太多的国家的利益了 多方的利益 所以我觉得 以蓬佩奥目前的一天到晚 出来汪汪叫 他们的一致的 一致的要挑事的方向 就指向了台湾海峡了 这个地方 对吧 因为这个地方一旦有事 不会牵扯特别多的国家进来 不像中东那个地方太复杂 无非也就是中国大陆和台湾 再加上美国 日本都不会进来 也就是三方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次22号晚上 昨天晚上这架C37的美军 隶属的一架行政机 搭载着既有美国环保署长 又有美国军方人士 军方的高层 到达台湾 这件事情不那么简单 你想如果说美国环保署长 他自己过来访问的话 他能搭乘美军的飞机吗 不可能的吗 对不对 美国各大部门都有自己的行政机的 他不可能搭乘一架美军的飞机 所以这里边肯定有一些猫腻在里面 接下来我们还要仔细的去关注 我们这边 我觉得还是让子弹飞一下 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 大陆这边也不要轻易妄动 也不要 除非你真的是想配合特朗普当选 否则的话不要上他这个档 对吧 他挑唆台湾也好 或者说鼓动台湾也好 我觉得什么台湾 蔡英文 苏春昌 是吧 每天台独台独叫他再喊 叫他再想 他们也不是傻逼 说白了 他也得权衡利弊 知道吧 他明摆的知道 美国把他推到前面 让他去挡子弹 让他去送死 我不认为这帮人有这个胆子 他肯定会想办法 你说你让我吃个莱猪 是吧 你让我吃个收获精猪肉 那个我就吞了 因为那个东西是慢性毒药 对不对 而且你像这帮高官 这些上层人士 他们可能吃 他吃不到的 到时候 他从高价买别的猪肉 他自己是吃不到的 他管你老百姓死活 但是如果说美军 真的把他推到两岸 冲突的一线的话 蔡英文和苏春昌 我觉得他们就要 仔细去考虑了 对不对 他就没那么傻了 他一想 这边都已经在弄台独名单了 你这边你还 把我一直往前推 对吧 你等于两边急我们 你们俩干嘛 商量好的 不把我们弄死 你们两个是不罢休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这帮台独政客 可能就要仔细去考虑这个问题了 所以我觉得不一定 这次台湾会完全配合美国的行动 生死关头 蔡英文 苏真昌这帮人 赖清德不傻 真不傻 所以总之我们再看一下 看看这两天还有什么其他的新闻 报道出来没有 就这样吧 没啥了 好 好